公车要近站停靠 没想到竟要考验驾驶的技术 因为切入的角度太大 距离太短 不少司机停靠时 常常离公车站还有一大段距离 更因此传出有行动不便的民众 只好逆向走快车道 险向还生 市议员林玉凯呼吁交通局要尽速改善 现在有很多公车 它设计是超过1比5的斜度 所以是比较斜的 斜的情况下 就像我们一个小的停车格 你停不进去啦 那停不进去的时候它怎样呢 它就绕旁边就好了 那绕旁边的结果就是 我看到轮椅主直接被吓在快车道上面 原本贴心的设计 却因为规划不够细心 反而失去了当时的美意 另外市议员林玉凯也建议 部分路段的中央分隔岛内缩 提供给左转车辆使用 避免驾驶人常常开到路口 才发现自己开的是左转道 只要我把过宽的分隔岛内缩一点点 它就变成左转转用道 就可以提前分流 不会等到我自行车 到路口我才发现 我站到左转转用道 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你要么你就是直接被强迫左转 要么你就是慢慢把它靠到右侧车道 那个都不是好事 当然不是每条道路都有分隔岛 可以内缩规划给左转车辆使用 市议员林玉凯也希望 交通局能够进行总体检 对于左转专用道要提前通知 不要让对路线不熟的驾驶人 常常到了路口才发现 自己占用了左转专用道 反而容易造成塞车或是临时变更车道的风险 记者李生道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